今天我给大家拍一下这个二战期间的一个老屋 从二战到现在啊 老屋 这个屋子呢 是常年下面都有水的 然后呢 你看下面还有鱼看到没 下面还有鱼呢 小鱼苗 它的这个木头啊 也都没有腐烂 所以这个木头呢 它是一种 基兰丹特有的一种木头 它生长非常缓慢 它这边都拦着了 这脚 前面还有一个 这个 一百年了 应该有一百年了 嗯 但这个门没有一百年 前面这个 这个 这个 哇 泰国的车 马上很快 马上很快很快 我找这种屋子找了很久哎 嗯 那么今天为什么我要拍这个区呢 第一呢这个区呢是在这个马祖庙 几百年马祖庙的后面 第二呢就是这个地方以前呢有很多媳妇的人 所以拍拍看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这里面有人呢我们就不进去拍了 这些房子都是围起来的不知道为什么 不可能是房贼吧 据我所知啊因为这边季兰丹呢 对不到半路的住家去的贼呀是很少 啊 这个有狗啊 其实我来这里 拍摄的时候啊 我老婆一直建议我不要来拍摄 因为这里之前呢是蛮危险的地方 我一直在尝试安抚他躁动的心 不过应该不成果 嗯这边有狗啊我就不过去了 啊 这边有狗啊我就不过去了啊 我怕他追我 我在马来西亚不止一次被狗追了 还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啊 我晚上拿了个包 那包可能比较大我就扛在肩上 结果被几只阿汪看到 哎呀追了我半条街啊 哎不止半条街几条街 你只要拿个棍子过去 他就跑了狗是怕棍子的 我们又到了差饭时间了 只要你看看我我就给你打招呼 哇哦今天吃什么呢 咱们今天吃马来餐 这也是经过朋友介绍的 非常好吃的一家 啊还合理一下 但是太散了 其实今天我在哪呢 今天我在季兰丹州的首府 波达巴入 波达巴入的建筑啊就是这个样子 波达巴入的历史也蛮悠久 但是都没怎么发展 现在去吃饭了 就是这一家 这一家 来季兰丹呢要把马来餐吃个够 那季兰丹的特色是什么呢 就是椰酱饭 季兰丹椰酱饭分很多种 它跟这个火锅一样 它没有哪一家说是正宗的 或者最正宗的 只是说各有各家的口 那么这个里面大家会有一个问题哈 有没有冷气 答案是没有冷气 室外温度呢 应该是接近40度啊 非常热 对季兰丹这边的温度 要比基隆坡要热 我去了很多地方 我都觉得比基隆坡热 比如马六甲 比如槟城 比如基兰丹 都比基隆坡热一些 那么在这里面的感觉呢 在这家店呢 是闷热啊 感觉被烤 但是你看还是很多人 活着头巾穿了长袖 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啊 真的是没有一天 可以完全休息的 我就算来到基兰丹 或者去外度假 都会有公司呢 给我打电话 要解决一些事情 当然这个事情呢 或许是一些紧急的事儿 总之会有电话 行 你看着办吧 OK 这个叫咖喱饭 这个是鸡心 这个是鸡心 鸡心 鸡心 鸡心啊 难道是鸡的蛋吗 鸡心啊 有没有鸡心啊 鸡心 鸡心 哇 干嘛呀 好好吃啊 这个是我们的午餐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里面虽然有很多风扇 但是还是像铁皮屋一样闷热 我们在这个路边的小店买点水果 这里有点堵车 这是第一次堵车 为什么堵车呢 因为啊 学生放学回家了 因为很多人是住在里面的 我这边呢就没有下车了 因为我这边下车不好下 靠近公路边的 好了 现在呢 我走到了一个居民社区里面 这里呢 社区概念呢 就不像中国哎 有保安啊什么的 这边很多社区是没有保安的 就是一家一家的 连排 那这里面社区的房子啊 有些都很老了 我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住 我也不敢近距离拍摄 这儿的房子应该在 白天我给大家拍一下这里啊 因为明天我就要走了 我老婆问我 你走之前 那不是你回到基东坡以后 有什么食物没吃到 你会非常遗憾的 我让你再多吃 多吃一次 那么就是这个了 我来的第一天晚上 咱们吃的是这个是吧 今天我来这看好多人排队啊 他排队是两种方式 左边呢是排队打包回去的 右边呢是在糖食的 来吧 咱最后再吃一顿 那么这间店呢 在吉兰丹呢 是非常有名气的 来了必吃 人家是吃苏东一个一个吃 我是几万个几万个吃 苏东大 王家四龙蛋 好吃 好大 四龙蛋这么大的 哇 大四龙 哇 大王勿贼啊 好多蛋了 这幅画呢 是他刚刚开业的时候的照片 应该是他的父辈 开了五十年了 今年准准五十年 才从1974年就开始了 然后一点一点做 从这个 从这个餐车开始做到今天这个规模 你看现在我刚才吃了 半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吧 你看这人排队的 就是没有断过 从来没有断过 不过他的食物也确实好吃啊 我推荐他的鱿鱿 他的鱿鱿真的 讚 你看这么多年 好像是没有分店 但是就这一间店 顶人家十间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这边很多人吃饭 手抓饭 其实咱们中国也有手抓饭啊 新疆手抓饭 吃完了 我今天吃完了整个海洋 就好像那种 我看了卡通片哪 那个爷爷 那个 房子被那个气球啊 给带上去了 嗯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 吉兰丹丁子呼 这个房子好老啊 天呐 哦 这里的房子是个房子 比我年龄多大 我年龄多小啊 我在这都是一个小嫩草 那郭达巴路的街道呢 我是不敢在外面边走边拍的啊 那可是要了亲命呀 因为很热 我只能在车里边走 边给大家拍拍看看 因为吉兰丹这边呢 很多房子 是很老二战之前的房子 所以 这边你很容易找到那种老房子 如果说哎 你有兴趣了 我都买下来 重新装修一下 哎 对 不好意思 外地人 无法买 其实啊 也不是完全说外地人不能买 只是手续非常麻烦 特别麻烦 尤其是带土地的 只要不是吉兰丹的户口 很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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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在吉兰丹的娱乐活动啊非常少 所以在吉兰丹只能不断的吃美食 当然吉兰丹是个粥啊 我说的是郭达巴入 郭达巴入的行程一般安排三天 因为再多几天的话 我只能发单 好了 好了 我们到了这个吃午餐 不知道早餐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吃什么 那的 那的 那是一姑姑子啊 就是这个拌饭 京叔是不错吃的 在郭达巴入呢 很多美食啊 都是街边的 它的好处呢 停车 倒没有特别的难 那坏处呢 大家看 特别烤人 那么这里呢 优势烤鸡非常好吃 它的烤的鸡的内脏也很好吃 但是这里的温度啊 昨天 我吃饭那个地方的温度还要高 就是还要热 烟雾缭绕的 有点像麻祖显灵 就是这儿了 烟雾缭绕的 我在仙境啊 在烤鸡啊 放给 烤鸡 烤鸡可以烤 哇 让我们那个好 对啊 对啊 哇 这个烤鸡大哦 国家可是不一样的 不要看我拍的很轻松啊 在这里面的温度啊 就像蒸桑拿一样 我觉得旗感已经到了38度了 要不要买点鸡饺要去进马上吃 这个 这是什么鸡饺啊 这个鸡饺 这个鸡饺 都买吧 我们在这儿吃吧 先 这好吃 这好像是鸡皮 这个 这个地方有两个地方做 我刚才我老婆问我 坐这边还是坐这边 我当然要坐这边了 因为 这边都是烟 嗨 这是烤牛肉 好了 我开动了 诶 最主要是我要尝一下这个牛肉 不会有干 香料不足 味道不足 这么说吧 我现在的感觉呢 就是在桑拿房里面生了都是火 我在火灯旁边吃烤牛肉 都是不干 还香的 你要说可不可以来呢 你看 好多外地人开的车都过来吃 那么多人 这个地方还这么热 你说可不可以来呢 当然可以了 好吃 这个味道真的好吃 咸淡适中 香料适中 我喜欢 还有食材新鲜 配上一杯冰红 哎 爽 你喜欢这样吃吗 一个瘦的一个肥的牛肉 嗯 这个这家店的这个鸡的精华 这个汁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汁是什么汁 但是怪好吃的 其实这个视频呢 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啊 就是我拍到了这个屋主 这个屋主呢 带我看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没有得到他的同意啊 我是不敢放的 我这几天呢 也没联系上他 等我联系上他了 他同意了 我再 给大家放出来 我究竟拍到了些什么 那些东西我觉得蛮珍贵的 我来马来西亚二十年了 我都不知道还有这种玩意 好啦我总结一下 关于基兰丹 郭达巴鲁这边的食物的特色 这边特色了就是马来餐 各种各样的这个 各种各样的椰酱饭 那这个基兰丹的马来餐呢 其实和槟城的马来餐呢 是个鲜明的对比 基兰丹的马来餐 香料特别重 口味的很丰富 但是口味特别重 尤其是你点他的水呢 我以前点他的水都是 哎少点糖 是吧 现在我点他的水都是 请不要糖 那么关于槟城的味道 对我来讲啊 其实是比较淡的 味道也是很丰富的 香料味也是有 但是总体的味道 比较淡 但是呢 槟城本地人跟我说 他们的味道呢 是比较重的 所以 这怎么说呢啊 这一百种人呢 有一百种口味 我只是说一下 我的感受 我的感觉 就像生活体验一样 你在马来餐 生活是什么滋味 这个 就需要你自己来 切身的体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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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